嗨 欢迎来到Ginscanner Live 那今天的话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很特别的产品 为什么说它特别呢 大家知道我之前的视频有跟大家提过 就是你在室内 特别是比较有点空旷的这种室内 那比如说像现在我处在这种环境 那如果我现在用的是这个无线麦克风的话 大家会听到有一定的这个环境音 那所以我是推荐大家使用这种 新型指向性的这种电容麦克风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闪客这个品牌呢 其实这个品牌其实大家一点都不陌生 那我在加拿大这边的话是看到了很多他们的产品 比如说在亚马逊 或者是在各大的这种摄影器材专卖店 都会看到他们的这个产品 那其实已经卖得很好了 那现在的话在国内的话 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吧 因为他们的销量我看了一下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他们推荐了一款非常非常高颜值的 专业录音的电容麦克风 同样也是新型指向性的 叫做闪客PM550 那他们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大震膜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 这个家伙就是长得真的太好看了 就是非常有科技感 而且颜值非常高 那具体的一些参数情况的话 我会具体为大家说明 那首先大家请把签到两个字打在屏幕上 我们马上开始 那不得不说的是 当然 无线麦克风有无线麦克风的好处 就是非常的小巧和方便 也就是说你走到哪儿 直接插上就用了 对吧 那但是在Studio 就是室内这种环境的话 无线麦克风的一个弊端 就是它的收音不够纯净 加上它的体积很小 所以它的很多原固件 没有办法做到像电容麦 这么大的一个体积 从而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 不管是声音的纯净度 还有还原度 还有降噪的能力 都不可能有电容麦 这么的厉害 那所以的话 其实在室内的很多环境 因为如果是 比如说我看到有很多人做直播 那室内可能很多东西 或者很多人的情况 OK 你这个时候用无线麦克风是OK的 因为屏蔽掉了很多的环境音 因为东西很多 如果是你一个人在房间 或者在一个Studio里面做的话 你就不能用无线麦克风了 因为你会收到比较嘈杂的环境音 就算它的底噪降的再好 也没有办法去避免掉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你一定是选用的 当然是心形指向性的电容麦 因为它的性能比较强劲 而且它的缘故件可以做的比较大 所以在降噪 还有声音还原度 这方面做的绝对是比无线麦克风要来的好 那为什么是闪客PM550大阵膜这款麦克风呢 首先吸引我的当然是它的外观 它的颜值 就是很好看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的 就是之前大家看到有一些电容麦克风 或者是专业录音的这种麦克风 它的防喷罩做的很大 而且你每次要掰它就是很麻烦 而大阵膜这款的防喷的罩子是金属的 只有一小片挡在前面 就非常的方便 你不用再去调整角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 咪心有34毫米这么大 那一般来说你的这个比较小巧的这种无线麦克风的话 这么小体积 它的光是咪心都已经有这个无线麦克风这么大了 那所以它的声音的保证度 它的还原度 它的降噪 绝对都是比一般的无线麦克风来的要强很多的 再来就是这款产品 它的整个的电路设计 还有它的这些零部件 都是比如说来自菲利普这些顶级的厂商来制作 所以在它的质量上你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它绝对是你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目前来讲在市场上 比如说我自己就是除了平时录制视频 就是B站视频或者是油管视频之外 我也喜欢录制一些自己比如说唱歌的视频 这个时候的话我是肯定是不会选用这个无线麦克风的对吧 那使用大正魔这款专业级的这种录音麦克风 你才会收到一个最纯净 还有最好的一个人声 最漂亮的一个人声还原 那这个是你绝对要考虑的 所以我是怎么讲 如果你是自己单枪匹马作战 和我现在的状况一样 就没有助手帮助你 我就你一个人在一个studio做这样的节目的话 我建议你当然肯定是要选用 新型指向性的电容麦 而现在目前来讲在市场上最好的一款 就是现在是闪客的PM550大正魔的这一款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要跟大家提的 就是大家不管是在使用电容麦 还是无线麦的时候 很多人会给我反馈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你回播录音的时候 就是你开始在剪辑你视频的时候 会听到有电流声 这个怎么讲 因为有很多的麦克风都有这个问题 我也发现会有一些这种电流干扰的声音 而闪客的PM550的话 因为它独特的电路设计 还有使用的原配件都是最好厂商提供的 所以的话它在整个你的录制的情况下 你是不会听见有电流的干扰声的 这一点是非常棒也很重要 因为就算你之后去降噪也好怎么样也好 你都没有办法去避免掉电流声 如果你能够降噪把电流声给去掉的话 它也会影响到你声音的一个还原度 这个时候你选择最好的电路板的设计 还有电路的设计的话 会给到你最好最好最大限度上的避免掉电流的声音 你后期再去编辑声音去做降噪处理之类的 这样的情况的话 就不会再出现会因为去掉电流声 而影响到你声音还原度的问题 而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它的34毫米的大咪心 那就和我们选择相机一样的 当然是全画幅的永远都是大于半幅残幅的这样的相机 当然是感光元件越大 你的画面会越纯净 同样对于麦克风来说 你的咪心越大 对于你的声音还原度就会越好 而另外一点的话 我相信大家比如说在做电容麦克风的情况 你在使用电容麦克风的情况 或者是你做直播带货这样的情况 很多情况下你的麦克风会出镜 比如说我现在带的罗德的VLSGO二代 因为它长得确实是挺好看的 所以你这样带来上镜的话 大家会觉得小家伙看起来挺好看的 这个是颜值方面的 我当然相信大家对于麦克风 肯定是有一个潜在的需求 除了性能要好之外 对于颜值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之一 对于闪客的PM550大振膜这款麦克风的话 它的设计是目前来讲 在整个行业里面 是我看过目前它的整体外观设计是最好的一款 而且它整个的机身都是采用金属的这样一个设计 比起塑料的这种麦克风的外壳设计的话 当然金属的给人质感会更好 不管你是带它出镜 就是你做直播带货 或者是你在录制专业的声音 录制你的歌曲 录制你的乐器的声音的时候 它出镜都绝对是你的一个加分项 那说了这么多 具体它的这个声音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现在我们就换上这个闪客PM550大振膜的这款 新型指向的电容麦克风 为大家录制接下来的节目 好的那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 我使用这款闪客PM550大振膜 这款新型指向性的这个电容麦克风录制的声音 瞬间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对吧 因为就算是罗德的这个麦克风 无线麦克风也好 就是只要是无线麦克风 你还是会听到这个环境音 对吧 就之前我跟大家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使用这种新型指向性的电容麦克风的话 就会避免掉这个问题 还是它的整个设计 还有它的这个元件的使用 这样的话会最大程度上的 给到你最好的一个实音效果 那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比如说平时在看电影 或者木火花絮的时候会看到 就是大家会看到有一些收音师 会举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杆子 在这个主角的头顶的上方 去收取他们的声音 这个时候它使用的也必须是 新型指向的这样一个麦克风 它只会从声音的发出的这个部分 去直接收音 不会收取其他部分的声音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比如说现在我在说话的情况 我的声音是从这个位置出来的 而电容麦的一个特点 它是新型指向 它只指向声音发出的位置 所以我现在说话的话 它收取声音只是从我这个位置收出 它不会去收到其他部分的环境音的问题 所以的话你会觉得声音是非常的干净 纯净 而且还原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说太多 大家其实现在马上就可以立刻感觉到一个不一样 而且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它的整个的外观设计的话 已经是非常好看了 行业里面我现在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看的麦克风 能这样讲 那现在的话就算它出镜就在我旁边 这样看起来大家也不会觉得太突兀 而且我相信绝对是一个加分项 就是你看起来整个会有很有档次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上个星期工作的时候在开会有一天 那我们是做视频会议 那我在和同事们讨论工作一些情况的时候 突然我有另外一个同事 他是在那个油管做那个broadcasting 就是做那个在线游戏直播的 那所以他在做游戏直播的时候 因为他的整个人的影像 他会放在一个小框里面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是也是做在线直播的吗 我就说我说我没有做直播 他说你那款麦克风看起来也太高档了吧 他说我没有见过市场上有长这样的麦克风 我说你还真是比较有眼力见 因为这个是现在是目前是最新款的 所以你当然是没有见过 那所以如果你想你出镜在做直播的时候 出镜的麦克风也看起来这么有档次 这么高级的话 那当然你可能也可以去选择购买 这个闪客的PM550这款麦克风 那前后说了这么多 我相信你现在对这款这个闪客PM550 大振膜这款麦克风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了 就是我做了很多的这个麦克风的测评下来 其实对于参数对于它的原件或者对于它的电路设计 这些东西当然你是需要多少去了解一点的 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还是就是你在使用它实际录音下来之后 回放你听到的声音效果是不是好的就行了 你其实也没有必要 我一再跟大家说你没有必要去了解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太复杂了 这些我们留给做麦克风设计的人员 他们去想他们去解决就好了 作为普通用户的话 你拿到它直接使用 声音效果是不是好是不是纯净 怀音度是不是高 这就是你该考虑的 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质量和事实来说 那就好比我做的很多麦克风 其实我也只是为他们做测评 所以的话比如说大振膜这款麦克风的话 实际上它在我使用的这段时间下来之后 确实是非常惊艳 我也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所以大家在购买麦克风的话 实际上你听一下各大的这些油管 或者是B站的阿博主 他们使用下来你听到的声音情况 作为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 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款麦克风有没有缺点 其实我没有觉得任何一款产品 它是完美的对吧 没有完美的东西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闪客PM550 大振膜这个麦克风有没有缺憾 整体的外观 还有它的声音的收音效果 我是没有任何抱怨的 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遗憾的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 防喷的面板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一小块 对吧 非常的有质感 它是金属的 但是下来之后到这一圈 它的连接麦克风的 这一圈是塑料的 所以这个位置 我会有一点点觉得 有点遗憾的情况 如果它整个都做成金属的 可能会给人的感觉会更好 当然你在屏幕上 现在银屏上看不出 它是塑料的 这一圈 我说的是这一圈 但是整个麦克风 它是金属的 大家可以放心 所以如果 之后 如果他们会有下一代的话 我希望可以把它 整个都做成金属的 这样会更有分量感 使用起来感觉 或者是给人看上去的质感 会更加好一点 前前后后说完这些之后 我相信大家 现在整个听下来之后 你应该会觉得 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于这款麦克风的 整体的声音效果 是非常满意的 如果你对这款产品也非常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就到他们的淘宝天猫旗舰店去做一个选购了 它的型号是闪客 就是大家说的一个快闪的闪 客人的客 闪客PM550 然后它还有一个他们取的昵称叫大震膜 这款麦克风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句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那喜欢我的话 喜欢我 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大家做一个关注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